我是科技外表協會的阿珊 我覺得這支他除了拍照很好看 見面也很專業之外 外型很美耶 不過還可以加入你們協會嗎 我覺得可以 給我 恭喜你 哇 Tim 早開直播耶 來看一下有什麼好厚 好 那大家看到Tim手上的這件C1呢 這邊給大家看看他的材質 多麼的綿密 哇 Tim這件摸起來超舒服的 哇這布料看起來很讚耶 也拍得太清楚了吧 好 介紹完了衣服 當然飾品也不能放過啦 來喔 我們這邊的飾品 其實都相當的中性 男生穿 女生穿 情侶一起穿 Tim這邊的特寫給大家看一下 來 看這邊 哇 他連戒指的細節也拍那麼清楚 到底是用什麼拍的啊 好啦 最後一件商品押走 要來帶給大家 那個阿瑋幫我拿一下 阿瑋 欸 你在幹嘛啦 喔 原來是用這隻拍的喔 歡迎收看 未來生活提案 我們試著跟大家一起探索 科技生活無限傳來的節目 我是資深科技仔 蘭茂 我是科技外貿協會的阿珊 外貿協會的阿珊 所以這就是你的Slogan了嘛 我覺得可以 好 OK 對 開頭的直播 老實說我真的一次都沒有透過直播買過東西 可能我自己購買的習慣比較傳統吧 我很喜歡到現場 然後真的要摸到產品 然後那個觸感會給我一個 一個衝動 但我覺得現在肉眼很方便啦 我自己也是蠻愛逛街 但我覺得現在網路上很方便 因為想我自己追一些很有質感的店家 他們都會在IG開直播買貨 而且他們就是會在下面留言跟粉絲互動 然後我問什麼問題他就直接回我 我就覺得很讚 我自己也想試試看 因為我覺得直播帶貨 真的是一個蠻大的商機 就是你不管賣什麼東西 現在直播帶貨都有人樂過 蠻靈活就可以展現個人風格 也是蠻好玩的 對啊就是下班之後的時間 斜槓斜槓斜槓斜 沒錯啦 那你會不會好奇要怎麼拍 才能像我們開頭的Tim嫂 拍這麼有質感 漂亮 還有把商品帶得清楚嗎 真的 每次拿到商品的時候 就最怕跟商家拍的樣子長不一樣 不一樣很氣 退貨 這時候就是我資深科技展 現在可以拍一下我台之後 大家也看到我們中央的洞穴嗎 對我們今天另外一個主角 就是Sony新推出的Xperia 1 Mark IV 起點擊手機啦 那當然有好的手機 可以幫助開設作業示範功倍 但其實只要掌握了一些美角 都可以讓你的業績下下降 接下來我們就來看看 究竟有哪些技巧美角只要掌握起來 就可以快速低成本的 呈現出一場高質感的直播吧 如果我發現賣家蠻怕接到客訴說 為什麼我的東西跟網站上的裝置不一樣 對這其實實有所聞 可是我覺得是蠻無奈的 因為老實說我們常在拍到的人知道 你拍的東西跟實際上的東西 就是多少會有點不一樣 而且光線有時候難以掌控的時候 那就會顏色或它的材質是不容易呈現的 這個時候其實就有方法可以解決 首先就是用更好的相機 如果真的不能夠掌握 讓商品可以做一個很清楚的呈現 那在計畫之前 我覺得是可以透過拍照 補幾張照片的消費者 這很用心啊 給買家 去讓買家可以更掌握商品 實際看起來會是什麼樣子 這個時候也要借動我們的相機拍照能力 那這次Xperia 1 Mark 4 它有三顆鏡頭可以做實用 所以它其實可以呈現商品不同的樣貌 很細節的 大家可以用它招牌的淺望式變焦鏡頭去做拍攝 那它的廣角鏡頭可以帶出 把商品擺在場景之中 讓大家知道 哇在一個房間之內 你的商品看起來會是什麼樣子 那中間這個組鏡頭呢 我覺得可以帶 可能人拿的商品 它中等的視角 就可以讓大家知道 這個商品跟人做搭配的話 會是什麼樣子 當然額外提供照片 我覺得是很貼心的做法 但直播過程中 其實我們有些點可以注意的 像如果你直播是一人團隊的話 我們當然比較常用的就是前鏡頭 因為你可以掌握到你自己拍攝的狀況 那這次Xperia 1 Mark 4 它的前鏡頭其實感光源就有做升級 就是變比較大 所以大家的畫質就會比較好 尤其直播場是在室內的環境 其實光線通常都不會太足夠 那感光源線變大 就會帶來雜訊更低的畫面 那拍攝也會更加清楚 那當然如果你想要使用後鏡頭的話 那Sony有一個獨門的密器 就是外接螢幕啦 那那個外接螢幕呢 其實在我們左上角這邊的影片中 可以看到簡短的介紹 這就是其他家手機辦不到的 那後鏡頭帶來更好的畫質 就可以幫助你把商品的細節帶來更清楚 可是剛剛你前面講的都是畫質變好 但我覺得有時候不是畫質的問題 就是他們拿商品給我們看的時候 就都會糊掉 這就是沒有對到焦的問題啦 其實我剛剛有提到 就是現在手機裡面的相機 感光源鍵越做越大 雖然畫質會變好 尤其在低光的表現下會更好 但是其實感光源鍵越大 它的景深就會越淺 景深越淺就是越不容易對到焦 那這個時候呢 Xperia 1 Mark IV 強大的對焦性能就派上用場了 怎麼強 其實Sony的對焦性能 尤其是相機這部分 在業界一向都很有名的 那對焦呢 除了你要一次對得準 你還要持續能夠追蹤物體 就是所謂的追焦 Xperia 1 Mark IV 也有追焦的功能 那這也算是Sony的獨門秘技啦 雖然各家都有 但是做得好的 大家真的幸福的 真的是Sony 對焦厲害之外 其實我們有一些小朋友 可以讓對焦的機能 去順利的發揮 大家應該都知道一個東西 叫做網美手 就是這樣子 沒錯 一方面也是 因為你的手比較白 所以可以襯托出你的產品 但最重要的是 幫助相機去對焦焦 可是Sony的對焦系統 不需要網美手 這樣可以輕鬆的當網美 那接下來這一段呢 其實要談的東西 不論你是用相機 或手機做拍攝 都非常重要 什麼? 就是光線嘛 只要光線布得好 其實都能拍出相對好看的畫面 那直播呢 其實我們常常就在室內 最常見到的燈光是什麼呢? 頂光嗎? 沒錯 就那個坦白的日光燈 讓你的臉看得像星星一樣 其實那個光線真的非常不好看 那這個時候呢 其實自己打燈 就是最好的解法 那要怎麼打比較好? 打燈的學問其實還蠻深的 那我這邊提兩個簡單的方案 首先第一個呢 就是網美使用的 環形燈 你怎麼知道是環形燈? 因為我有買 因為你就是網美 環形燈的妙用就在於 其實如果你的距離沒有太遠 它可以消除你臉部大部分的陰影 讓你的五官面比較柔和 而且它會給你的眼神 有一個特殊的眼神光 然後它會有一個圓圈在這邊 但是其實這個燈呢 它有它的限時在 所以其實它會比較 不能夠提供個性化的呈現 然後在整個場景上 也是有一個既定的風格 可是環形燈很好用 而且使用門檻低 那第二種呢 其實就是像我們現場 我們有用燈架架起來的燈 其實通常選擇的關鍵是在於 你需要多少亮度 就是你的房間有多大 那首先呢 最經典的打燈方式 其實有一個名稱叫做 林布蘭光 林...是在說什麼 林布蘭光呢 就是從你的正面斜方 45度高於臉部的地方做打光 它其實就能打出 看起來最正常的一個臉部線條 那是要兩邊嗎 還是一邊呢 其實一邊就可以了 而且因為它的45度角 所以你的臉部算是立體 可是又會過度的誇張 那除此之外呢 我另外也推薦一個打燈法 就是三點打燈法 其實它的邏輯也非常簡單 主要就是它正面有一個keyline 側面會有一個 讓你勾勒出你自己人的線條 還有後面會有一盞燈 那這個打燈方式呢 詳情 請大家Google一下吧 其實非常簡單 那像同樣都是一樣打燈啊 那用手機跟相機拍會一樣 在打燈的情況下 開設邏輯又差不多 那當然不同的機器 它側光原因會不一樣 另外一個我覺得要特別注意 就是手機在室內拍攝的時候 很容易那個雜訊就跑出來 那這個時候呢 其實大家要用手動的功能 去把ISO拉低一點 可是你ISO拉低 其實你其他的數值也要做相對調整 那這個時候就考驗你自己的手機 是不是有手動調整的能力啦 那當然Sony的旗艦級相機 它的相機介面很出名的就是 它擁有類似專業相機的操作介面 各項素質都可以自由做調整 而且這次Xperia 1 Mark 4 它擁有一個獨特的優勢 其他手機沒有的 什麼 我們下一階段就剛好來講這個特點啦 可是剛剛講了這麼多相機很厲害的功能 可是我今天去Xperia或IG其他平台 就用不到相機後的 沒錯其實如果你透過這些平台進行直播的話 你就會直接使用他們的介面 可是這次Xperia 1 Mark 4 其實它這次就直接內建直播的支援 它可以繞過平台限制 讓你使用完整的相機功能 這是很大的優勢 因為其實各直播的平台 如果你用他們的介面 它可以調的東西都很少 就像我剛剛上一段集的ISO這個東西 如果你調ISO的話 其實畫面可能會變亮或變暗 那這時候你的快門 你的光圈可能就要做適當的搭配 那Xperia 1 Mark 4 就可以讓你擁有畫面的主控權啦 這也是其他手機算不到的一項優勢 但是如果你是喜歡自動簡易的用戶的話 它也提供了Basic跟自動模式 可以讓你很輕鬆地開出相對平衡美觀的畫面 所以我就點一個Xperia 1 Mark 4 就可以了 沒錯它會自動用AI或它自己程式的計算 去幫你計算出怎麼樣拍攝會是最漂亮的 那當然我覺得好處就是 如果你是攝影姿勢相對豐富的一個攝影師 它像是專業相機的介面 絕對可以讓你發揮你所有的實力 你一定會愛上Sony對於專業尊重的用心啦 我這次真的學到蠻多的耶 就一隻手機還可以學打燈 然後也可以學拍照 讚喔 謝謝資深科技 沒問題啦 就是希望這次的內容有幫助到大家了解 如果你透過一隻手機直播 那怎麼拍才會好看 對我覺得我這個腳架很穩耶 跟我自己用不太一樣 你是輕便型的是不是 對我是像一個自拍棒 然後出去玩可以拿著 其實不同的腳架它帶來的穩定度 方便性也都不太一樣 那個的特色應該就是可以方便帶出去 可是像我們如果在室內拍攝的話 我也蠻建議就是選擇一個 比較重一點的腳架 它不但穩定 它能夠拍攝的高度也更多 當然如果你是近距離做拍攝 可能多上行腳架 就可以試用了 欸對了我覺得這次它除了拍到很好看 見面也很專業之外 外型很美耶 對我自己也是蠻被它說服的 這次很簡潔 然後這個霧面的質感我很喜歡 就是不會沾指紋 喔對 那我這邊要問一下我們的外貿協會的會長 因為它可以加入你們協會嗎 我覺得可以 可以 哇恭喜恭喜 其實Sony的旗艦級的手機 我覺得一直都是市場中很有特色的存在 那這一代Xperia 1 Mark 4 我覺得最大的特點就是 平衡真的做好 像以前可能大家會覺得它螢幕量度比較不夠 但這次螢幕量度來到1000尼特 所以在戶外觀看你拍照什麼的時候也非常清楚 那再來就是它不但有專業的相機界面 同時它自動功能我覺得做的也是越來越好 所以你即便不想要動腦的去拍攝 它也能給你相對好的一些畫面 那4K 120fps的拍攝規格 可以讓你捕捉非常細膩的畫面 如果用4倍慢動作去播放 包裝可愛死大家 有羊寵物的人會很喜歡 沒錯你毛小孩在那邊 可愛死大家 那當然我最喜歡的部分還是 它擁有類似專業相機的操作界面 都讓我們對拍攝的目標做最多的掌握 那當然今天我們的重點還是直播 我覺得用Xperia 1M4進行直播 的確有它的補到的一些優勢在 那也希望今天大家有學到一些直播可以注意的 拍攝、打光、相關的小技巧 那祝大家都可以順利成為代貨頂流 今天節目大家就到這邊 謝謝啦 掰掰 工商時間 三種新的暑假活動 ACG召喚令要開始啦 有的代表接下來的一陣子 不管是女僕、公仔、電玩、電競、轉蛋、模型等 好康的活動都會發生在三創喔 今天要先向各位推薦的就是 紅機、Acer還有旗下的電競品牌 Predator掠奪者帶來的快閃活動 7月8號的時候 三創的一樓將會分成兩區 一區就是Acer Gadget 智慧生活風格快閃電啦 裡面有各式各樣的包款 不管你是工作狂、收藏咖、環保控 還是電競狂 這邊一定都有適合你的包款可以做選擇喔 另外一區就是Predator 虛擬運動快閃電啦 裡面有各式各樣的遊戲 像是自行車、賽車、鬥牛、跑步 在享受遊戲之外 同時還可以體驗Predator最新的電競產品 當然現場還有好康的輪盤活動 可以讓你說Predator好理喔 如果全部遊戲都有做過體驗 那憑完成的體驗卡到我們的B1去用餐 還可以想額外的優惠喔 大家趕快來玩囉 我覺得會用IG直播的比較多是賣衣服的 然後用Youtube比較多是美妝的 然後用FB的比較多是池的 這個在我們科技外貿協會的報告 阿山的報表 對對對 我跟Tim反而就我們都沒來過 我們會追的直播可能就只有電玩直播 對對對 好那喜歡今天影片的話 記得按讚訂閱加分享 那這一集節目詳細的文章版 在資訊欄裡面有連結 大家記得點進去看喔 掰掰 掰掰